来看到2020十大新闻中的第二名 全球局势快速变迁 中美贸易战疫情爆发 加上港版国安法的推行 美国对中方的信任一步步的瓦解 保有民主自由价值的台湾 与美国的关系则是一步步升华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古刺勤克拉克接续访台 创下美国最高等级官员 连续访台记录 带领透视台美间深化合作的 重要历史时刻 走下飞机的这一步 写下台美41年来历史性的一刻 他是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也是台美1979年断交以来 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 时隔一个多月 第二位美国官员 国务院次卿科拉克接续访台 创下41年来 访台层级最高的 信任院美国国务院官员 美方接连派出高层政府官员来台 彰显台美关系重大进展 表明代表美国总统川普而来 阿扎尔会见总统参议文时 全程以总统来尊称 华府智库专家肖亮奇分析 美国卫生部长的这趟行程 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 正是美方对台湾模式防疫成功的 外交支持与宣传 尤其是当台湾一直被世界卫生组织 排除在外之际 台湾抗疫表现成为世界上 数一数二的成功典范 也促使台美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 黑色照车驶入台北宾馆 里头坐的正是美国国务院刺进科拉克 三天访问行程虽然相对低调 不过期间相继与台湾经贸高层官员会面 包含行政院副院长沈翁金 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 触及不少失职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关底晚宴 台积电创办人张中龙 是唯一受邀的民间企业人士 合照时更站在总统蔡英文与科拉克中间 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隆认为 科拉克的任务之一 应该是设法争取台积电的上下游到美国投资 打造完整产业聚落 另一个任务则是帮台湾政府 做红色供应链清洗 抵消中共在台湾的红色渗透 美国要加强跟台湾的关系 实质关系 用来制衡制约中共的对外扩张 美国制裁中共 从贸易战延伸到科技战 全球产业链逐步与中共脱钩 而台湾保有的民主自由透明价实 开启台美科技合作的新契机 现在很明显就是美国要和中国脱钩 那么美国的供应链 他们的生产供应链的话 也从中国要转到全世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从中国转出来的很多产业 台湾都可以取代这个功能 以台湾为中心的一个新的供应链形成 马上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台美的经济合作会越来越密集的 这场科技战的主战场 就是全球科技产业高度关注的5G 美国政府为了保护隐私和敏感讯息 避免中共等恶意行为者侵扰 美国国务院公布5G干净网络清单 台湾五大电信商全输入列 台美也携手发表5G安全共同宣言 确保下一代通讯网络不受破坏过操纵 当天的记者会 台科大总经理林志诚 等电信业代表纷纷出席 格外具有意义 台湾五大电信商全达五大电信商 都认为美国政府为清单的航空 这种信价应应应应应对美国和台湾 交易器权和科技产业 我们承认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真朋友 真金展 真朋友 真金展 不单单只是一句口号 第一届台美经济凡人伙伴对话 11月中旬正式在华盛顿 以实体和视讯的方式举行 双方就5G及电信安全 公司链等议题进行讨论 外交部称之为重大里程碑 而台美合作深化 不仅仅局限在经贸议题这一桩 台湾战机升空巡异 近来共军频频扰台 引来美国一连串的反制行动 美方的侦察机反潜机 频繁限中台湾南部海域 截至今年11月 美国军舰11度航经台湾海峡 而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 更11度对台军手 这个已经是美国在全球的 一个战略布局上既定的政策 那对台对印太盟邦的一个协助 当然他要做到他的一个承诺 其实早在60多年前 金门93炮战中 台美双方就曾经吸收抵抗共军 在今年的823战役62周年追悼活动 AIT处长立英杰跟随总统蔡英文飞往金门 正值敏感时刻 AIT处长及官员首度出席 格外有意义 金门大家都知道离对岸只有十几公里 离台湾有两百多公里 完全在笼罩在对方的 不管是雷达火炮的下面 AIT的处长也去 就是提升台湾的士气 鼓舞军心 然后呢 看破中共的手脚 台美关系升温 美中关系降温 相比中共的专制集权 台湾的公开透明 民主自由价值 成了美国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美国高级官员截取访台 也写下台美历史新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